上一集我開始講耶穌研究 各個學者分別說了什麼 我現在按著這本書叫做 The Historical Jesus Guide for the Perplex 是Helen Bond那本書 我就順著去講 因為這本書我覺得是夠短暫的 因為這些東西很多人都有寫過 但有些人寫得太過詳盡 有些人寫得沒什麼幫助 說得不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是差不多 剛剛好適合用來講 上次我講了Herman Reimerus 另外有一個叫做Polus 還有一個叫Strauss David Strauss 他們三個了解歷史上的耶穌 他們都有不同的角度 所以我不重複了 因為上次已經說了 這次繼續說下去 因為上次我提到他們叫做Old Quest 遠古之前差不多可以說是第一代或第二代 即是頭一兩代的學者 他們的說法 其實在這個Old Quest之後 他們有一段空間 他們就叫做No Quest 今集我們會說一下 為什麼一些學者 最初他們對這個話題 是有點興趣的 例如像Rimerus 他經過他的研究 以及很多的想像 最後他得出的結論 就是說耶穌其實他本來認為自己是有機會做猶太人的王 即是真實能夠做執政掌權者的一種王 最後他就在十字架上壯烈犧牲 但是他的門徒就很慣 所以在他死後就偷了他的屍體 並且周圍說他已經復活了 他透過這些手法是騙神騙鬼 這是Rimerus的說法 後來也有其他學者例如Paulus 他嘗試去處理神跡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去處理神跡 他自己覺得自己很理性 他的理性處理方法就是把所有的神跡 都用一些大自然的解釋 解釋了他 例如耶穌醫病 其實是遙述了他們的罪 很多身體上的病 其實是受到一個心理影響 而產生的 當那些人在那一刻 他們在心理上能夠放下一個重擔的時候 他的身體就自然康復 這是他的說法 後來就出現了有David Strauss的說法 這個其實是在上次我 summarize 那幾個人裡面 這個人的說法其實那個影響比較深遠 他就說在聖經裡面很多東西 其實是不可以literal去理解的 因為那些可以classify做神話 又或者是一些真實有發生過的歷史事件 就被注入了一些神話的元素 就好像其他 就是宗教或者古代的信仰 都會有這些神話的成份 那為什麼會由這一部 很多人熱烈地討論 變成有一段時期沒有什麼人討論 就是這一集我會 summarize 上次看到這一段 我繼續說下去 上次我提到 這個Strauss 就是上次我提到 就是 逐一點 上一集的結尾 Strauss的說法就是 其實他裡面有很多的篇幅 就是專門這樣說 那一個約翰福音 他就指出這個約翰福音 從來都不是當歷史書去寫出來 所以那些讀者也不應該當歷史書去看 他這個說法也是得到F.C.Bauer的同意 當然F.C.Bauer也是另一個很出名的聖經學者 Strauss是討論過那個約翰福音 另外那些Synoptic Gospel又如何呢 就是馬太馬可路加福音又如何呢 在那一段時期慢慢發展出 對於那個Synoptic Gospel 因為馬太馬可路加福音 大家都知道他們很相似 很多學者一早就懷疑他們之間有一個文學上的關聯 究竟是誰抄誰呢 又或者他們會不會同時抄另一件事呢 但是無論關係是怎樣 他們應該是有一些關聯的 如果不是他們不單止說同一個故事 他們簡直是用同一個字眼去說同一件事 這些分明就是Plegiarism 分明是有抄襲的成份 問題是誰抄誰呢 去到那個Mid 19th Century 即是19世紀的中期 就開始發展出 那些學者大概知道這些幾本的福音書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當時一個比較主持的想法 就是大家相對多學者同意的說法 叫做Two Document Hypothesis 他們說這個馬可福音是最早期的 馬太和路加福音就抄襲馬可福音 但是他們是個別去抄襲馬太和路加福音之間是沒有直接的關聯 即是馬太不知道路加,路加也不知道馬太 即是根據這個Two Document Hypothesis 但是馬太和路加福音之間也有些 common material 即是有一些故事在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出現 但是在馬可福音裡面是沒有的 那麼他們又怎樣得來呢 那些學者就說他們抄襲另一件事 那些學者就叫做Cavella 叫做Q 這個說法近年其實是受到很多衝擊 但是在那個時候 現在很多人仍然這樣同意 很多的神學院仍然這樣教 即是說最早期的兩個sources 其實就是馬可福音和另一件事叫做Q Q這件事其實是不存在的 即是我們猜它存在 即是如果它曾經存在的話 現在已經消失了 但是Q裡面某一些資訊 現在你還可以在馬太和路加福音裡面找到 但是可能早一代 不可以說早一代 早我半代 即是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其實很多研究是研究那個Q 即是他們簡直是想重組一個Q 即是我剛才所說的Q已經不存在 但是有些人認為 你看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你可以好像back engineering 即是逆向engineering 是重組那個Q出來 但是當然這個是非常困難 即是我覺得是困難也不可能 但有很多博士論文 有很多書 其實是會這樣做的 不過anyway 這個說法為什麼當時是重要 對於耶穌研究有什麼影響 是有關聯的 因為剛才一開始我們已經提到 這個Strauss 花了很多蝙蝠去指出 那個約翰福音的歷史性是有問題的 這個是約翰福音而已 但是根據其他的研究 例如這個2Document Hypothesis 他研究這些Synoptic Gospel 他就找出 其實最早的福音書應該是馬可福音 我們相信馬可福音是早過那個約翰福音 所以你挑戰那個約翰福音的歷史性 不代表你挑戰到馬可福音的歷史性 對不對 因為最早的是馬可福音 不是約翰福音 所以當我們重組耶穌的歷史生涯 或者他的歷史事跡的時候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資訊 其實應該是來自最早的 最早的帳戶 那個就是馬可福音 不是約翰福音 所以就死不了 所以在那個時期 那個馬可福音 就是最重要的historical material 就是對於那些研究聖經的人來說 但是後面有一些不同的development 就是令到 研究耶穌這件事變得很困難 其中根據Helen Bond的說法 他就說在那個時期 有三件事令到研究耶穌特別困難 根據他的詞文 根據他的詞文 就是根據他的複術 我跟著他的書 跟你們介紹 其實你們佔須 你們只知道 當時三位學者的說法 其他人又怎样看呢? Helen Bond很概括地形容 当时很多研究耶稣生平的人 都是德国改教派的学者 他们特别专注于耶稣 他对宗教的看法 他经常用一些很肯定的语句 去谈论耶稣的想法 又或者谈论耶稣的心态 突然之间好像每个人都是耶稣心里的那条虫 但是这样的谈论有点像看小说 你知道这些学术的东西 一时是不同的 现在我们对于一些稳定的学术 稳定的学术探讨和以前的学术探讨 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以前觉得这样已经可以 但是当时也有另外一些学者 觉得这样是不可以 例如Albert Schweizer 史怀哲 另外一个叫George Tyrell 他曾经有一句名言 他说那一段的时期 就是Old Quest 那一段的时期 那些学者 他懒在研究历史上的耶稣 但是说到他们的学术研究 他们的学术探讨 只不过就好像他们看进井 然后他见回自己的倒影一样 很多人就以为这句话 就是史怀哲说的 其实不是 是这个叫George Tyrell的人说的 但是史怀哲 他也说过一些类似的话 就是说当时也有很多学者 觉得那时候的学术研究 其实是很有问题 那些人说是怎样写了一大本书 怎样研究耶稣 说耶稣是怎样的 其实说到尾 他在形容自己 他研究完出来 耶稣很关注什么 又或者他很喜欢讲道理 在他的事工里面 最重要就是传说上帝的话语 然后你看看 写过那本书的人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在大学教书 喜欢讲道理 他研究的focus 例如就是伦理 然后他重组出来的耶稣 他最喜欢讲伦理 他根本在讲自己 当然这样的情况 不仅是200年前的学术探讨 现在也是这样 对不对 很多人说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这个问题的答案 通常就是你自己会做的 就是耶稣会做的 根本就不是那些人在学校耶稣 而是你逼耶稣 说一些你心里面那句话 事实上就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无论左中右人人都是这样 有些很喜欢社会行动 很关注那样东西 就说到耶稣是一个动乱分子 有些喜欢乱共的 他根本就说到耶稣是向罗马政权跪低的 可怜松 他已经说了 他本人就是这样 总之他本人如何 就说到耶稣是怎麽样 自古以来,从来都一样 那段时间 也是有这样的说法 一模一样 这是当时的环境 但是最主要令到那个时期耶稣的研究受到很大的疾爱 其实主要是源于三件事,根据Helen Bond说 其实我之前就知道有两件事,我也没想过是三件事 我经过他解释,我觉得也有道理 第一件事,就是出现了William Grader的一个学说 叫做Messianic Secret 我记得在另外一条影片我曾经提过 William Grader的说法是什么呢? 他说在马可福音中 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经常出现的一件事 就是耶稣是很神秘的 他对于自己尼赛亚的身份 他经常强调是不可以跟别人说 他经常跟别人说这是秘密,不要跟别人宣传 在马可福音中出现过很多次 根据他的说法 根据他的说法 他叫这件事做Messianic Secret 耶稣不让别人谈论他是尼赛亚的这件事 根据他说,这不是一个历史事件 耶稣没有这样说过 这件事在这里 就是后来的门徒加回Messianic Secret 去解释 为什么耶稣 他是尼赛亚这件事 是在他死了之后才大肆宣传 他一死了,很多人说他复活 然后又说他是尼赛亚,是上帝的儿子 全部都是他死了之后才发生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就放回解释在福音书里面 原来是耶稣叫我们不要说的 耶稣叫我们不要说 我就没有说 就是用来解释 据他说,这个不是一个历史事件 只是用来解释 为什么耶稣死了之后 才说他是尼赛亚这件事 他说这个是出现了 在马可福音里面 很多的地方 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加进去 这个就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因为刚才我说了 到了那段时期 David Strauss提倡 就是挑战 约翰福音的历史性 但是当时的学者 其实可以sidestep这个问题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个也是正确 我相信 他们认为这个马可福音 是最早期的 关于耶稣的聚述 所以对他们来说 如果要重组耶稣的历史性 最重要的是马可福音 因为他最早 但是现在去到这一步 William Grayder 他提出了一个 叫做Messianic secret 的讲法的学说 其实是挑战 这个马可福音的历史性 他指出 其实马可福音 都不是你想象中的一种历史 罪述 他是会基于 因为各样的原因 加上 他自己的讲法 inject 砌进去 他的罪述 所以你也不可以 假设马可福音 全部都是历史性 所以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是他在当时 对于马可福音的历史性 提出一个挑战 而当时很多人 就是同意 我觉得他的说法 就是 你可以批评他 很多事情 也很多 很多人 例如Messianic secret 这个说法 也很多人 挑战他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样 是对的 马可福音 的而且你也不可以 当他 像历史教科书 那样看 他都会 因应他作者 有些个人的喜好 又或者各样的原因 他有些加减 是会有的 所以在这个层面 其实也是有些道理 当时也有很多人同意他 去到这一步 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我对于耶稣的资料 已经是很少 有很多人 他指出 在圣经的福音书以外 也有很多序述 其实有提到耶稣 也是 但是他不是说个故事 你不是说真的可以从中知道很多关于耶稣 你当他是真 你当圣经以外的序述 都是真 但是他里面的内容是不多 最多的内容 就是四本福音书 对不对 又是那里 现在他说到 那个约翰福音也信不过 然后他说到 马赫福音也信不过 然后 马太和路加福音 就是抄马赫福音 那你还有什么资料 去重组耶稣的生平 就是 这个人提倡这个 这样的说法 令整件事变得很困难 所有资料 好像都不是很稳定 这样 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挑战 第二 他就提到 就是Albert Schweizer 他就说 在那个时候 他就提倡 一个 很注重 一个 末世论的耶稣 耶稣很注重末世 这个想法 当然Albert Schweizer 不是第一个说法 在他之前的 Johannes Weiss 也提倡这件事 在某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 最早的Rhymerous 他也有一些类似的 不完全是这样 类似的说法 但是Albert Schweizer 就把整件事 就直接去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他那本书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他就对于 当时的耶稣研究 就是 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挑战 首先第一个挑战 就是我刚才已经提过 很多的学者 他讲 如何去研究耶稣 但是最后他研究出来的耶稣 跟他自己本人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搞那么多 了解得最多 是了解了他自己 而不是了解了耶稣 Albert Schweizer 在这方面 他那本书 我觉得简直是很厉害的 他本书是怎么写的 他本书是怎么写的 是很神奇的 你要看过你才能够相信 例如他写 Rhymerous 他第一个 他好像是 之前那些学者说的 他们怎么研究耶稣 他们的理论 他第一个探讨的 就是Rhymerous 他那本书的写法 就是 将Rhymerous 起底 他整本书 就是将很多的学者 起底 就是说他的童年 如何成长 我也不知道他的资讯 他怎么找到那些资料 现在有线 也觉得很困难 当年他怎么找到这些资料 但是他就有 他说那些人的童年 他怎么成长 他读书的时候 有什么看法 他先说那些 然后 慢慢说那些人 对耶稣有什么看法 他就Case After Case 整本书很厚 很多这样的例子 指出 那些人说出来的耶稣 和他的成长 根本上就是有关的 他就指出了 你花那么多时间 去研究什么什么 说来说去 根本就是说你自己 浪费 这本书很神奇 他这本书真的很过瘾 知道吗 这个其中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耶稣 就是一个很注重 末世 基本上耶稣 他是一个末世的先知 根据史怀哲 他自己的先知 研究 他说完一轮其他人 怎样看耶稣之后 他说自己的见解 他就说 耶稣 其实他是 相信上帝会即将 甚至乎 在耶稣自己未死之前 就是 已经是会末世 就是会透过一个 叫做人子 那样的人物 透过这样的人物 来带来 末世 后来他发觉这件事没有发生 他也快要死 所以 后来他就看圣经 就找到 以赛亚书第53章 就看到有一个 受苦的仆人 他就想 在圣经里面 这么说 其实我自己本身 可以成为受苦的仆人 如果我是类似 照着这样做 我会变成一个人子 然后 我死那一刻 我受苦的时候 上帝就会回来救我 带末世来到世上 所以 最后他搞搞下 他就上了十字架 到死那一刻 上帝也未回来 所以 耶稣 他期待末世快到 他上了十字架 其实是催促那件事快点来 催促到他死了都未回来 这就是他的看法 据史怀哲 他的想法 就是耶稣 历史上的耶稣 其实是对于 他是属于第一世纪的先知 他的所言所行 对于二十世纪的现代人来说 那个意义 其实是 不是十分大的 一个直接的关联 起码不是十分大的 根据史怀哲说 那些 在他那个年代的很多的学者 他们的问题 其实他们全部都错了 从他们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问题 就不是说 就 就不是说 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耶稣是从来不说 末世 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其实耶稣也说 末世 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么说 他们就不能够撇除这件事 他们的问题 就是 他们将耶稣 的行为 或者他们的说话 就是分开两件事 一样 就是跟那个文化有关 就是 他说的那件事 是因为受他的文化的影响 但是 就不是一些 universal truth 就是不是一些 放在任何时间空间 都可以apply的真理 耶稣也说过很多其他东西 是真理 就是 就是 无论放在任何时间空间 或者文化里面 都行 他就把那两件事分开 没世论 其实是属于文化的那一部分 现在已经过时了 所以对现代人来说 跟没世有关的那些 其实你可以撥开他 但是 当耶稣说到那些 道德观 伦理观 那些 就是属于 真理 任何时间空间都apply 他就分开了 但是这个死怀哲 他就不同意 就是他说 你这样肯定分开 其实是按着你自己 个人的喜好去做 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 是不平衡 是incoherent 就是你会令到耶稣的说法 和行为 就像断绝和宠 那样 所以他说的那件事 就叫做 或者 Full road going eschatology 就是说 耶稣无论说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 他背后的想法 其实都是跟没世有关的 所以 他将没世的想法 就放在耶稣的思想 最中心的核心位置 他在这方面 就是跟其他所有人 都是不同的 就是 刚才我说到 就是 你可以了解到 William Grader 就是他挑战 马可福音 为什么 是会对耶稣 就是 对于 就是 有关耶稣的历史研究 就是造成一个阻碍 那么 Sweiser又怎么样 就是他的影响 就是他的影响 就是在于 第一 他是挑战 就是当时的一些 他的 就是 他同时期的那些学者 就是为什么他们 研究耶稣 是研究得这么失败 他就指出 他们搞了这么多年 是没有成果 搞来搞去 原来 个个人在照镜 很多人都觉得 他说得很有道理 知道吗 就是 他就是 令人觉得整件事 好像在浪费时间 都没有成功 然后 他就说 他就倡议他自己的说法 就是耶稣是一个 末世的先知 各方面 就是 现在我们看 很多人都挑战他 说他有话说得不对 各方面 但是 他将 末世的先知 这些思想 放在中间 也是一个新鲜的说法 就是 很新鲜的说法 很多人就觉得 他也有一个 说法 很多人就觉得 他也说得不错 是不是 同时 如果我再去研究 其实也很难避免 最终 我又是说回自己 所以 很多人都觉得 差不多 讨论 差不多 讨论 他也说了 另外 Helen Bond 再指出 第三件影响当时 耶稣研究的东西 就是因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因为当时很多 研究耶稣那些人 刚才史怀哲 也说过 很多人说耶稣的时候 说到他如何教导 或者很着重 教导 或者传播 一个 天国的伦理 就是说做人做事 如何处理一些事情 如何做人 如何做个好人 那些 但是 很多时候 你经历过一场战争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人性 又或者 你看到社会大乱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时间 去考虑 是吧 就是 2000年前 那个教 就是 那个做人 道德伦理 应该是怎么样 你还有什么时间 去想 是吧 所以 根据Helen Bond William Grader 史怀哲 和 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令到 当时很多人 对于耶稣研究 就是 热情是冷却了 所以 接着那段时间 就叫做 No Quest 我想其实也不是 No Quest 大哥 你有学术自由 哈哈 有人喜欢 关于耶稣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阻止他 事实上也是有的 但是 我想他也说得对 就是 之后有一段时间 关于耶稣的讨论 是没有这么热烈的 他就叫那段时间 是No Quest 下次再继续说